各位早上好 欢迎搭乘2022年5月20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李亚谦 各位早安 我是王峰 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9号在金川国家外长会晤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而习近平也强调金川国家应以实际行动促进和平发展 为处于动荡变革期的国际关系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习近平指出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影响 国际形势中不稳定 不确定 不安全因素日益突出 但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 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没有变 国际社会同舟共济 合作共赢的历史使命也没有变 作为国际社会积极向上建设性力量 金川国家应该坚定信念 直面风浪 以实际行动促进和平发展 维护共平正义 倡导民主自由 为处于动荡变革期的国际关系 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习近平强调 历史和现实告诉人们 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 片面追求自身安全 只会造成新的矛盾和风险 习近平指出 为了促进世界安危与共 他前不久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 金川国家要加强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 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密切沟通协调 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相互尊重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抵制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 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 发展是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任务 加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团结合作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五国要同更多新兴市场国家 和泛容国家开展对话交流 让合作的蛋糕越做越大 让进步的力量越挤越强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金川国家政党智库和民间社会组织论坛 19号以视频方式在北京开幕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 脆弱乏力 发展鸿沟加剧 气候变化 数字治理等挑战严峻 金川国家要不忘成立初心 牢记合作使命 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 推动国际社会同心合力 迎难而上 携手开辟更加光明美好的发展前进 中国愿同包括金川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一道 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稳步推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 共同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 希望金川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党 智库和民间社会组织 履行责任担当 深化沟通交流 为实现全球共同发展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智慧和力量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金川国家外长会晤 19号是以视频的方式举行 各国就国际形势的新挑战 新特点深入交换意见 会晤也将为今年中国主办的 金川国家领导人第14次会晤 做好准备 金川国家外长会晤 19号晚间以视频方式举行 中国委员兼外长王毅主持会晤 南非外长潘多尔 巴西外长弗兰萨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印度外长苏杰生 视频出席 这也是五国外长连续第五年举行会晤 在当前形势下 各方商定今年外长会的主题 是应对国际形势新特点新挑战 加强金川国家团结合作 王毅说 希望各方充分交换意见 为今年的领导人会晤 做好政治准备 当前百年变局 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 国际形势也出现一系列新特点 新挑战 中方期待 同各位 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进一步凝聚共识 特别是为 领导人的会晤 做好政治准备 与会各国外长几乎都谈到了 当前的国际形势变化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 世界正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国际形势 希望看到更加多极包容的世界 和更加平等的合作 我们现在正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国际形势 这样说并不夸张 可以说 国际秩序的未来 是会变得更加的民主 还是说 一小部分国家在美国的领导下 会执行 单边秩序 并且呢 换回殖民主义时代的秩序 2017年中国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期间 首唱举办金砖外长会 五年以来 外长会已经成为了金砖国家 政治安全合作的重要机制 为五国加强合作 凝聚共识 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中国再次担任主席国 也将会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14次会晤 中国国委员兼外长王毅 19号晚上主持金砖国家外长士兵会议 他在发言中就乌克兰问题 也重申了中方立场 并表示 输送武器换不来乌克兰的和平 制裁施压 也解不开欧洲的安全困境 王毅在发言中重申 中方一贯主张劝和促谈 输送武器换不来乌克兰的和平 制裁施压 也解不开欧洲的安全困境 各方要以实际行动为冲突降温 而不是火上浇油 王毅表示 中方支持并期待 俄乌双方克服困难继续和谈 并呼吁北约欧盟同俄罗斯开展全面对话 王毅还指要努力减少冲突的外议效应 支持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度过难关 也要警惕借俄乌冲突挑动集团对抗 这将对全球安全稳定造成严重威胁 王毅表示 小圈子小集团解决不了全球挑战 也适应不了世界的变局 呼吁各方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确保国际大势由各国共同参与 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 经济国家也要顺应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 民主化的历史潮流 加强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提升在全球治理中的发言权 王毅还在发言中谈及中国的防疫政策 强调中国坚持动态清零 旨在以最快速度最低成本阻断疫情传播 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这是对中国人民负责 也是对世界的担当 中国有充分信心打赢疫情防控的硬仗 为全球早日战胜疫情做出更大贡献 凤红卫视小朋友韵北京报道 金专五国外长19号是同部分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外长举行对话 而这也是金专外长会机制之下 首次举行的金专家的活动 中国国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 在当前各种风险挑战之下 加强同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金专家外长对话会19号晚间 以视频方式举行 金专国家外长同部分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外长 围绕全球智力深入交换意见 中国国委员兼外长王毅 在开场致辞中说 中国在五年前提出金专家的合作模式 得到各方积极响应 今年又首次在外长会层面 举办金专家的活动 对于拓展金专国家 同世界上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面对当前各种风险挑战 加强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我们确定了今天晚上 这个对话会的主题 是在全球治理中 进一步发挥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 我想这也是我们大家 共同关心的一个方向 希望通过今天晚上对话会 那么加强我们的沟通协调 除了是我们在全球治理性中当中 更好地维护共同的利益 促进全球的发展 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外长 特雷乌比尔记在发言中也特别谈到 当前全球遭受疫情冲击 失业和贫困上升 各国就全球议程关键问题 达成共识越来越难 有必要发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发展中经济体是全球市场 关键原材料的主要供应者 然而在有关原材料的定价方面 可以说毫无影响力可言 我们认为这一问题 有必要得到纠正 我相信金专家模式将推动加强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还有多位与会外长都谈到了当前的地缘政治冲突 印度尼夏外长雷特诺就在发言中 在此呼吁各方停火指战 通过对华谈判解决争端 他也呼吁所有国家 不论大小都应当为解决争端 做出努力 而不是挑起问题 凤凰卫视 你请问后有韵 北京报道 而针对于相关话题 我们现场也请教到了时事评论员更新先生 来为我们点评 一会分析 各位先生早 早上好 您对于这次金专外长会的议题设置 有哪些观察 金专会议是从2006年开始启动 正是大家还都记忆犹新 当时整个的和平人类对新世纪的期待 对新时代的向往推动 那么金专会议这样的金专国家的这种团结合作 其实是一个一直就是代表了所有的 绝大多数国家就是作为发展中国家 新兴经济体 是这样的一个大致的在国际社会的结构当中的一个定位 始终是一个整个国际社会发展的一个正能量 一个稳定的一个力量 是一个推动和平发展合作的力量 这一次会上呢 我觉得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呢 就是习近平主席讲话当中 开宗明义讲了一个非常 请大家注意啊 今天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新的论断 就是在最近的这两三个月来 全世界大家都和平人类都很担忧啊 好像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的主题 被扭曲了 被打断了 大家共同和平发展的这样一个潮流被打断 今天习近平主席明确说 和平发展合作的这个主题 这个潮流没有变 全世界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这样一个愿望 没有变 整个国际社会同舟共计合作共赢的潮流没有变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判断 这个判断不仅表明了中国的信心 中国的一个观察和期待 而且表明了金砖国家乃至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 就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期待 也是共同的一个判断 说明了我们的自信 说明了我们对时代的一个潮流的一个自信 我觉得这次呢特别还要提出的一个强调一个点 就是金砖家这样一个方式 其实这个形式是在五年前 就是中国做那一次 上一次啊 做这个主席国的时候 中国提出建议 金砖家其实就是提倡了什么呢 就是不仅仅是我们这几个大的 这个发展中国家 而且要带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信心经济体 大家都共同的来啊 共襄胜举 而且我们这样的一个金砖家的合作 不排他 注意没有 我们和美国这两天也在啊 紧锣密鼓的又不断的又搞什么什么五眼联盟啊 什么印太四国等等 都是排他的 都是要搞对立 都是要搞脱钩 而中国和其他的这些金砖国家团结合作 而且扩大金砖合作的范围 以金砖家的这样一个模式提倡的就是 不对抗 不排他 不脱钩 不对立 大家团结合作 我们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要合作 而且我们和发达国家也都有着 密切的合作关系 特别是中国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 美国欧洲日本啊等等 所有的话都是和中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 这不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 这样的一个潮流和主题并没有改变 而且我觉得特别要注意到 在这次的会上 大家对于现在俄乌的这个变化 大家也都予以了关注 而且俄国也参加了会议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更可以啊 大家都是这个金砖国家的伙伴 我们可以更加的心平气和的 来讨论一个建设性的稳定 有利于俄乌战局 乃至于有利于整个地区和世界 和平稳定的这样一个方向 这些都是非常具有建设性 非常具有稳定性 非常具有正能量 好 谢谢郭先生点评分析 而下期回来还有更多消息 一会见 欢迎回来关注一下俄乌战局 美国总统拜登19号宣布 向乌克兰发放总值1亿美元的库存军备 那么国防部透露说 这些武器将会包括更多重型火炮 反炮雷达等 而乌开战至今 美方其实已经是对乌克兰投放了 近39亿美元的安保援助 在国会参议院19号批准新一笔 约400亿美元的对乌援助 今后总统用来调动 现有库存军备的权利 也增加了111亿美元 拜登随即发声明宣布 把他目前仅存的1亿美元 调动权利用完 为乌克兰提供战争爆发以来 第八轮库存军备输送 这批设备包含18架重型火炮 18架火炮拖车 三架反炮雷达 现场设备及替换部件等 据统计这一个多月来 美方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100架重型火炮 科比多次强调任何武器援助 都是按乌方的需求 能在目前顿巴斯地区战况激烈之下 更好地协助乌军 对于俄乌战情 国防部高级官员19号评估指 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持续推进 但暂时没有重大进展 而乌克兰仍继续试图夺回哈尔科夫 此外 五角大楼称 暂未决定是否将派兵保护美国 助基辅外交人员的安全 有媒体询问当局是否担心 班加西事件会再次发生 科比回应指 旧外交使团安保需求 国防部和国务院保持沟通 另外 五角大楼也宣布 周四当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和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通电话 讨论了一些安保相关议题 双方也同意保持沟通渠道畅通 上中午 美俄两国防长通话 是战争爆发后 双方首次交谈 凤凰卫视陈丽南江域 华智能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19号表示 在过去24小时 再有771名亚素钢铁厂的武装分子投降 至今一共是有1730名的武装分子投降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表示 已经开始为战俘做登记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19号表示 过去一天再有771名武装分子 离开亚素钢铁厂投降 俄军逐一检查他们的随身物品 当局表示 自16号以来 共有1730名武装分子投降 其中80人为伤员 现场不少人架着拐杖 俄军安排急救人员在现场治理伤者 俄罗斯媒体报道 估计钢铁厂内的武装分子已有超过一半人投降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表示 由17号开始已经展开追踪 离开钢铁厂的人员的行动 目前已为数百名战俘登记 包括记下他们的姓名 出生日期等 确保他们的家人之后可以与他们联系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并通报 空天军用空气高精度导弹 在尼古拉耶夫州及顿涅茨克 摧毁了乌军的S300防空系统 以及山毛局M1防空导弹系统 另外也击中多个指挥所 导弹和火炮武器弹药库等军事据点 此外在临近乌克兰的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 当地政府表示 乌军在19号星辰炮击这个边境村庄 击中一家酒厂以及多栋建筑物 造成至少一名平民死亡 另有多人受伤 另一方面 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发放视频称 在卢干斯克地区与乌克兰安全部队 采取联合特别行动 放置炸弹并炸毁一条连接 北顿涅茨克及鲁别日诺耶的桥梁 以阻止俄军推进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月18号巨手在马里乌波尔亚素钢铁厂的 亚素营副指挥官帕拉玛尔 已经是离开工厂区投降 对马斯地区领导人普希林就表示 被围困的乌军有一半走出钢厂 另外一半则留在钢厂 我们现在位于马里乌波尔亚素斯塔尔钢铁厂的左岸 我的身后 这就是亚素斯塔尔钢铁厂的主要的一条通道 可以看到这个钢铁厂有相当大的这种面积 而且每天上班都可以看到乌轨电车 沿着这条道路进入亚素斯塔尔钢铁厂的环线 星期四 根据钢巴斯民兵新闻局的消息 在星期三的当天 有三名被俘虏的俄军 包括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 也被亚素营的投降人员 带出了亚素斯塔尔钢铁厂 并交还给俄方 民兵方面表示 目前已经得到了验证的亚素营的投降人员 共计804人 在厂区乌军的系列为 36海军陆战旅残部的两个营 乌军的第53、54、56、36、50、503旅的残部 还有乌军的边防、警察、应急等部门的零星人员 据估计在亚素斯塔尔冶金厂内 乌军的总人数为2500人之内 我们现在位于敦捷茨克的战俘中心 敦捐证目正常 朋友终于不见就可以 也说出来 正常 内容 交易 没什么 Czechos 顿巴斯民兵的首脑 普希林也表示 对于亚素营战犯和民族主义者 他们已经放下了武器 但是罪证的调查应当由法庭来决定他们的命运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宪法立法和国家建设委员会负责人 安德烈·克里萨斯认为 乌克兰方面能够希望以战俘来交换亚述营的战俘 但是俄罗斯方面表示反对 克里萨斯强调 刑法规定在俄罗斯暂停使用死刑 那么也没有任何法律可以阻止敦巴斯地区 在执行自己的法律的条例 5月18号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强调 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谈判没有任何的进展 莫斯科方面已经证实 基辅完全没有兴趣与俄罗斯继续就谈判 来解决俄乌冲突的要件 富皇卫视卢语光 报载中 一万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在俄乌战争的一开始 俄罗斯就控制住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隔离区 随后又控制了欧洲最大的扎巴罗热核电站 乌克兰官方指出 战火对于核电站还有周边的环境 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和影响 俄罗斯军队经切尔诺贝利隔离区 从乌克兰北部进入基辅州 各种军备和人员将大量核辐射粉存 甚至污染物带出了隔离区 虽然俄罗斯军队已经撤离 但留下的爆炸物严重影响着切尔诺贝利隔离区 森林火灾的扑灭 他们给影响了非常多殊殿 我们的地区贝利隔离区 达到2,5这批 近100%新的领域 这种有没有在法院 他们这种工具和工具都被碰到了 几乎很多用手机和12000 hectares 这巨大负贝利是可负贝利的负贝利 我们知道我们的部分部分 欧洲最大的 杂波罗热核电站 也早已被俄军占领 周边的环境 同样也被世人关注 乌克兰环境和自然资源部部长 盧斯兰斯特莱茨 回答了本台记者 关心的问题 外面 和自然资源部长 联合资源部长 怎么办 导演部长 联合资源部长 历史本 我们今天取得 资源部长 我们发现 雷露 乌克兰官员还指出 欧洲社会成员在帮助乌克兰收集材料证据 以便在国际法庭上 让俄罗斯对环境诈传的损害 进行最大的赔偿 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 基辅报道 好 就这个话题 我们继续请时事评论员 更新先生来给大家做点评分析 哥先生您好 你好 好 哥先生 关于俄国战事 现在已经爆发两个多月的时间了 您怎么来观察这场战争 对于世界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大家可能很多朋友 比较关注的是 战事的具体进展的过程 但是我一直从一开头 我就感觉到 世界的格局受到了冲击 时代的主旗 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一些干扰 但是随着这两三个月 到现在马上就快到三个月了 我觉得实践证明 任何力量 无论是美国那么强大的霸权 它那么霸道的这些行径 以及俄国和乌克兰两国之间的 这样的一些对立 这些战争 我觉得都不能改变 时代发展的这个主流 也不能改变整个世界格局的 一个基本框架 这个基本格局是什么呢 其实从冷战结束之后 整个世界大致上出现了一个 我一直就概括 我在十几年前我就概括 叫做两大带两群 两大就是比如说 中国和美国 这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两个代表 两个代表的性质完全不同 中国是一个平等的 和大家合作的 希望和平的 而且希望以发展作为金钥匙的 大家所有的国家都合作 不仅是发展中国家 不仅是金钥国家 也包括了发达国家 而且我们还要向发达国家 学习更多的东西 那么但是美国这边呢 也是一大 他希望能够带动 他的这些发达国家的 特别他的一些盟友们 他希望呢 还是维系过去 他那种霸权的 什么领导地位啊 还在搞这套东西 这个就明显有点过时 有一点冷战夷存的感觉 所以最近这些年来 北约东扩也好 北约全扩也好 就给整个世界的格局形成了冲击 这次俄乌战争呢 就表明了这一点 就表明什么呢 就是整个世界的 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 和发达国家 合作 共赢的这么一个格局呢 逐渐受到了 所谓过去那种 还是像过去那种 三个世界那种感觉啊 第一世界是美国的 这个一强 一霸啊 这个好像他还是要 这个独自占有所有的资源 这样的一个衰尔不弱的霸权力量 和我们以中国 以所有的啊 这些发展中国家 合作为代表的这种 和平发展转型 不断推动世界 走向新的时代的这样一个力量 这两个力量之间的矛盾 同时呢 其他的发达国家 比如说像欧洲 日本等等 他们呢 就是在中间 是带一种自主的 但是比较多面性的 有点摇摆的一种力量 这样呢 这个三股力量 现在又交织在一起 我们要注意到 整个国际局势 和整个格局的变化 而且我历来乐观的期待 时代的主流不会变 像刚才习近平主席所讲的 历史发展的方向 也不会变 历史的车轮 不会倒退 这就是我们今天 不仅是中国 是整个和平人类的 共同期待和自信所在 好的 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 再来关注一下 美国国内焦点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 向乌克兰提供 400亿美元军事 经济和人道援助 那参议院是以86票赞成 11票反对 通过了这个援助法案 而反对票全部 都是来自于共和党 他们认为援助数目过大 这笔资金 应该是用于解决国内问题 援助资金 用于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及设备 以及维持乌克兰政府运作 这个法案早前呢 已经是在众议院获得通过 将会由总统拜登 来签署生效 那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舒默表示 法案将会为乌克兰提供 巨大的帮助 以保证乌克兰获得胜利 另外 拜登在白国会见 瑞典结分来 领点人商讨 其入北约事宜 相关话题 我们立刻也要连线 给纽约直播室的记者 陈飞飞 带给我们最新的观察 飞飞你好 时间交给你 谢谢雅倩 我们是看到美国国会 参议院19号表辑 通过了400亿美元的 对额援助金 那下一步将会交由 总统拜登签署 参议院19号通过一笔 总值约400亿美元的 对额援助金 比拜登政府申请的数额 高出约70亿美元 这笔拨款包括60亿美元 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资金 允许当局进行武器采购 90亿美元补充美国军备库存 近40亿美元用来资助 欧洲司令部工作 以及近10亿美元难民援助 这笔拨款中 对乎军事援助总额 达到201亿美元 可用来提供 例如爱国者防空系统 等高端设备 两党员定于上周 表决这笔拨款 但保守派共和党参议员保罗 因要求加强监管 援助金的使用情况 而反对加快拨款审议程序 援助金的表决 也因此拖延了一周 周四当天 保罗又批评这笔拨款 将增加美国纳税人的负担 但最终拨款 获得跨党派广泛支持 以大笔数闯过参议院 此外这笔援助 还将在为总统授权 110亿美元的资金动用权利 拜登上任至今 已经承诺向乌克兰 发放45亿美元的安保援助 股防部高级官员重申 当局对国安保援助 不会影响美国在亚洲区的盟友 目前国会批准 对乌援助总金额 已经达到536亿美元 凤华卫视陈丽南将域 华盛罗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19号 在白宫会见了到访的 瑞典和芬兰领导人 虽然两国加入北约的申请 是遭到了北约成员土耳其的反对 但是拜登对两国的加入 表示强烈支持 拜登19号在白宫会见了 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和瑞典 首相安德森 两国18号刚刚正式递交 加入北约的申请 拜登表示 芬兰和瑞典满足了 北约的每一项要求 他们的申请得到 美国的权利支持 拜登指出 两国的加入将重塑 欧洲冷战后的安全格局 我们继续调查到每个步骤 我们继续调查到每个步骤 如芬兰和芬兰 做了自己的决定 今天我愿意向他们 他们有完整 total complete 背景 的美国的美国 今天 我的 administration 是在美国的决定 瑞典和芬兰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官方中立的 此后与北约建立了密切的伙伴关系 寻求加入北约的新动力来自俄乌战争 战争使两国的公众情绪都变得强烈反俄 President Nynäste and I have come here at a historic moment for our countries and for Sweden. After 200 years of military non-alignment, Sweden has chosen a new path. Yesterday, Sweden and Finland submitted our formal requests to join NATO and Russia's full-scale aggression against the sovereign and democratic neighbour. That was a watershed moment for Sweden. 北约成员土耳其对芬兰和瑞典的加入表示反对 土耳其向两国施压 要求他们打击库尔德恐怖主义活动 并取消对土授武的限制 由于北约成员必须一致同意接受新成员 所以土耳其对两国的加入拥有否决权 两国领导人表示正在跟土耳其进行谈判 The Turkish leadership has recently expressed concerns about our membership application. I want to address these concerns today. Finland has always had broad and good bilateral relations to Turkey. As NATO's allies, we will commit to Turkey's security, just as Turkey will commit to our security. We take terrorism seriously. We condemn terrorism in all its forms. 美国参议院需要至少三分之二的票数批准北约新成员 多位共和党参议员已表示 大多共和党人支持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参议院主导推动相关投票进程的参议员表示 预计参议院会在八月休会前进行投票 我们再来看美国媒体的其他关注焦点 CNBC周四报道称 麦当劳已经和西伯利亚地区的授权运营商达成了协议 向其打包出售俄罗斯的全部业务 具体来说 俄罗斯的所有麦当劳分店都将改为一个新的品牌 但是现有雇员可以留下继续工作至少两年 1990年也就是在苏联解体前一年 麦当劳是在莫斯科设置了第一家店 后来载额扩张到850家店左右 今年3月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麦当劳是暂时关闭了所有载额的连锁店 接下来我们看美联社周四的报道 美国疾控中心顾问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儿科教授格雷斯里 是建议美国5到11岁的儿童 接种辉瑞新冠疫苗的加强剂 美联社表示 预计这一建议将会被美国疾控中心采纳 那目前疾控中心官方是建议 12岁及以上的美国人接种加强剂 那当前美国的感染数字是再度攀升 7日平均新增病例是突破10万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第三针加强剂对于最新的变种 有更加的保护作用 那目前美国只有5岁以下的儿童 还没有被授权可以接种新冠疫苗 最后我们看彭博设施原因 知情人士消息爆料说 苹果公司的AR VR头戴设备 已经展示给了公司的董事会 种种迹象表明 苹果可能会在接下来几个月 推出这款新品 那这意味着苹果将会基深 增强现实领域和谷歌 以及Facebook的母公司Meta 等等科技巨头一较高下 那苹果呢目前并未就此置拼 以上就是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 下面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好的 谢谢飞飞所为我们做的报道 而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习近平在金人国家外长会晤 开幕式上说 金人国家应以实际行动 为处于动荡变革期的国际关系 注入稳定性和性能量 拜登启程对韩国和日本 展开为期六天访问 并将会就印太经济框架发表讲话 美国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 400亿美元对乌克兰的援助金 而下一步将交由拜登进行签署 世卫宣布继国药和科兴之后 由中国所研制的重组新冠疫苗 科威莎正式通过紧急使用日证 国际奥委会召开主委会 宣布中国田径男子四层100米接力队 低谷获得东京奥运会铜牌 美股周四延续收跌 标普指数进一步逼近熊市 而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 升到21.8万 欢迎回到中国的消息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云南区境和昆明进行考察 期间提到要帮扶小微企业 缓解融资难措施 今年坚决杜绝拉闸限电 李克强在考察西电东宋调控中心时 指出能源稳工是保障发展和稳物价的重要支撑 今年要坚决杜绝拉闸限电 要科学调度 抓住来水偏多的有力条件 多发电 完成西电东宋任务 发挥好水利工程防洪作用 李克强在一个民营企业考察时则提到 企业要有改革创新 开放发展的尽头 要汇聚国内外先进要素 形成成数效应 又指出国家一视同仁 支持各类所有之企业发展壮大 李克强与配套小微企业交谈时也提到 要帮扶小微企业 缓解融资难措施 另外来关注的是由中国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研制的重组新冠疫苗 科威莎正式通过了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 而这也是继国药和科兴疫苗之后 第三款通过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的 中国新冠疫苗 而我们看到世卫组织在声明当中也表示 这样的一个疫苗对于预防新冠 有症状感染的有效率是64% 对于预防重症的有效率则为92% 世卫组织表示 紧急使用清单技术咨询小组 已经是对康希诺新冠疫苗的质量 安全性 疗效等完成了评估 确定这一款疫苗符合标准 并且益处是远大于风险 对于预防有症状感染的有效率是64% 对于预防重症的有效率则为92% 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就建议 在所有18岁及以上年龄组当中 使用单剂量0.5毫升的康希诺疫苗 而截至目前一共是有11款新冠疫苗 已经通过了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湾的疫情 台湾的疫情依然处于一个上升的势头 疫情指挥中心预计说 未来的一周将会达到高峰 而目前全台各县市都陆续宣布 学生进行远距教学的规划 但是各地的规定因为有所不同 也引发了家长某员 新北市长侯友宜日前授权学校 自行决定要实体或是线上上课 但家长质疑 这等于把责任变相抛还给学校 那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情况 大概是有大概三重 芦州 新庄 双合 以及板桥 土城等等这些区域的学校 几乎现在目前已经讨论出来 可能要做一个停课的 改换成线上学习的一个决定 目前台湾六都都已宣布 从23号开始实行线上远距教学 但适用范围和规定各有不同 而在台北 有家长质疑 适用对象为何只有国小到高中 幼儿园被秉除在外 幼儿园的部分 因为它是属于所谓的脱衣 就是说是让家长能够有孩子 有地方可以带 主要是要解决双新家庭的问题 而在宜兰一所护士专科学校 此前有累计上百名师生确诊感染新冠 实施一个多礼拜的远距教学后 在16号恢复实体课程 但学生认为现阶段尽管会乖乖佩戴口罩 但课桌椅共用等因素 因此不适合恢复实体课 学校最新公告所有课程自23号起 采取远距教学到学期末 而宜兰县政府也宣布 县内所有学校23号起暂停实体课一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 财经方面来关注到的是美股周四收跌 而延续了前一天的跌势 标普500指数是进一步的逼近熊市 市场仍然在评估美国通胀形势 以及美联储的激进紧缩政策立场 而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 则是升到了21.8万 比市场预期的略微高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收盘情况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 31,253点 跌了236点 跌幅0.75% 而纳斯达克指数则是收报在 11,388点 跌了29点 跌幅0.26% 标普500指数收报在 3900点 跌了22点 跌幅0.58% 先来看一下本台驻纽约记者 发回来的报道 在周三惨遭血洗之后 周四美股反弹乏力 抛售势头继续 华尔街三大股指 最终还是全面收跌 那市场是高度关注 美股是不是会全面跌入熊市区间 目前道指是距离52周高点 下滑了15%左右 标普500指数则下滑了19% 那这是距离熊市区间 只有一步之遥 在周三这一个交易制 标普500指数就下跌了约4% 是2020年6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一天就从市场上 蒸发了1.5万亿的美元的市值 那纳斯达克指数呢 则已经在熊市升跌 目前是距离52周高位 下滑了将近30% 板块方面周四 我们是看到消费者必需品板块 是领跌跌幅将近2% 科技股紧随其后跌1%左右 而工业金融通讯板块 也是出现了下跌 近年以来表现相对较好的 能源板块在周四也是遭到了抛售 这说明市场的抛售情绪是在蔓延 那这种避险情绪 也是影响到了其他的资产 那更多的资金是涌入了美债市场 这是推高了美债价格 压低了美债收益率 那么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 在周四是来到了2.85%左右 那黄金的价格呢 则是出现上扬 涨幅是在1.3%左右 至每盎司 约1840美元 经济数据方面 劳工不是公布了上周的 首次申请事业救济人数 是连续出现第三周的上扬 目前是来到了21.8万 这是今年1月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 但是呢总体来说 这个水平仍然是位于历史低位 并且持续在领取各类救济金的 人数是自1969年以来的 一个最低水平 所以说经济学家认为 美国的就业市场 仍然是比较强劲的 美联储不太可能会因此 而改变接下来的紧缩和加息计划 那堪萨斯的地区联储主席 在周四的时候就表示说 当前的美股市场反应 是意料之中的 那尽管股市出现动荡 但是呢 它也不会改变自己的立场 也就是支持 在6月份加息50个基本点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此前就暗示说 在6月和7月联储将连续 两次加息50个基本点 富豪卫视陈飞飞 纽约报道 有关于美股最新的消息 我们立刻连线给本台主 纽约记者庞哲 庞哲好 主持人好 我们看到美股三大指数 在周三大跌之后 周四也是继续下跌的势头 那您觉得投资人 对于后市如何观察呢 好了王峰 今天的市场可以说是 比昨天稍微回晚了一些 但是困扰美国金融市场的因素 仍然很多 这些因素主要是 今后的发展前景 投资人心中没有底数 另外专家看法也是非常分歧 那么最近有一些知名的 资深的专家预期 美股实际上 特别是标准Pro500指数 还有80%的下跌空间 甚至连黄金都保不住 因为主要是通胀不可能受控 主要是联储失去了市场信心 现在只能靠经济进入衰退区 之后来自然的调节 而某些联储政策 唯一能起到的作用 就是加快经济进入衰退的速度 但是也有专家认为 实际上物价上涨 自然就会压抑消费 通胀自然就会受控 物价也就自然会回稳经济 也就自然会反弹 目前疫情的后续效应 还在拉经济的后腿 就是导致一些就义不足的现象 但是美国实际上 劳工协会市场还是非常的强劲 一旦全面复工之后 可以想象供应链的问题就会解决 那么供应也会大幅提升 经济市场和金融市场都会增加活力 公司盈利自然会向好 股票市场当然也会回升 而且会大幅的跳升 所以美股近期是有些不定因素 会巨幅的反复震荡 但是一旦有数据显示 通胀受控走势就会平稳 但是与此同时有专家认为 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持续困扰股市 使经济金融衰退期之后 不会轻易地反弹出来 因为消费支出和资本支出都会下降 特别是大宗商品 会遭到投资不足的情况之下 它的恢复的难度和时间都会很长 因为是大宗商品和农作物 升旭等等都有自然周期 这将会导致持续的供应不足 市场还会练练紧张 都会影响经济与公司的盈利的快速付出的能力 另外金融市场目前在利率提升情况下 会追捧美债和美元 所以也对大宗商品造成负面的阻力 这样整个市场反弹 实际上还是面临相当大的负面的阻力了 所以投资人也应该多加小心 主播 好 谢谢庞哲带来美股的观察和分析 而由于通胀与联储政策调整的压力 美股近期是连连重挫 尽管投资人普遍认为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前景黯淡 但是也有基金经理表示说 大盘负面震荡之中依然是有获利的机会 美股周三重挫前点之后 金融市场一片恐惧心理 周四仍然处于审慎观望格局 投资人也在为美股继续大幅重挫而调整心态 但是有资深基金经理则面对当前的状况 仍然保持审慎乐观的策略 并认为目前美股实际上 仍然是处于合理的盘整趋势 追投资人普遍认为美股经济开始步入衰退 或者已经进入衰退期方面 专家从包括强势劳工市场与超强消费需求的现象看 认为没有理由相信美国经济已经进入衰退期 另外从科技股产业周四走势状态分析 似乎的确有投资人陈迪入场 专家认为这些产业都仍然是主导美国经济发展的前驱产业 所以有一项进场的投资人应该可以根据自己风险承受程度 审慎则继进场 周四美股走势仍然成为审慎负面整理格局 凤凰卫视旁者张兆宇 六夜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香港各大媒体对于相关消息的报道 信报就引述了联合国乃至各大机构的消息 说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前景迅速的转弹 联合国在周三就把全球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由原来的4%降到3.1% 称俄乌战事促使全球的粮食 还有食品价格上涨以及加剧通胀压力 这也打击了刚刚走出疫情的脆弱经济复苏 而摩根大同学捡了美国今年和明年的经济增长预期 主要反映股市下滑 暗息上升 以及美元相对强劲打击前景 但是仍然预期经济可以软着斗 摩根大通的经济师就指出 金融条件已经收紧 因为正如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近日所言 当局需要让经济增长放慢 将会采取一切措施来确保达到这个目的 这也让他们更加相信 美国的GDP在未来数季度将会降到前赛增长率以下 而下节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消息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